1979年是不同寻产的一年 中国在不断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国际上却有些坎坷 不仅与苏联的关系逐渐疏远 而且邻国越南还在苏联的支持下在我国边境调试 在对越四位反击战前夕 邓公邪夫人访问了美国 当美国记者提问关于越南问题时 邓公幽默有趣的回应 不仅表明了中国对越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还压制住了苏联在边境的百万臣兵 那么邓公在访问时究竟说了什么呢 为何会让苏联如此忌惮不敢再出兵 感兴趣的老铁麻烦长按旁边的点赞按钮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邓公的机制和歹识 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为了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 形成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野 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野 相互对抗的两极格局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 逼不可免地被划分到与美国敌对的那一侧 我国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和实力 更让中美两国的关系陷入紧张 而苏联作为我们的老大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确实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援助 原本新中国的底子就是以农业为主 要想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当时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使新中国的建设之路举步维艰 好在还有苏联的帮助 在抗美援朝时期 也曾暗中支援我们一些重要的火力装备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时期 更是被称为中苏蜜月期 但是好景不长 中苏之间的关系如同过山车一样 迎来了急速的转弯 开始进入降温变弹阶段 苏联不仅撤回了在中国的诸多苏联专家 还在撤走专家时代 走了全部资料以及图纸和计划 而且单方面撕毁了 与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 并停止对我国建设急需的 重要设备和关键部件的供应 被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除此之外竟然还想窃取我国的成果 企图干涉我国的领土完整 这简直是触碰了我们的逆临 1969年苏联边防军先后16次入侵 我国珍宝岛 已经干涉了我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 阻碍了中国边防部队正常巡逻任务 原本碍于老大哥的面 我们不想将事态升级和继续扩大 但是苏联太不厚道了 反而袭击我边防部队战士 造成大量人员流血伤亡 这下子我国可就坐不住了 立刻拿起武器进反击 以保卫国家领土捍卫祖国尊严 经此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开始不断恶化 苏联更是单方面 把与中国签订的合作协议撕毁 甚至在中苏边境布置了百万苏军 似乎是要威震中国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但是历经无数先烈渲染疆场 好不容易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我们 又几会怕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 世界格局似乎出现了很奇妙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美苏相互对立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 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缓和 但是苏联在某些问题的态度和看法 让彼此之嫌仍为兵士前嫌 而此时我们和老美的关系倒是慢慢升温了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之后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开始逐渐解冻 这让苏联有些坐不住了 原本和美国对抗就给苏联国内增加了太多的压力 现在看到我们和老美开始走近 苏联更是要想方设法的遏制我们 这时他看到了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 于是走了一步自认为高明的昏招 扶持越南牵制中国 这个与中国相邻的国家也是饱经谋难 当把法国侵略者打跑 又迎来了美国队友的出兵 当越南向中国请求援助时 我们顶着国内一胸二白的巨大压力 对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军事武器 还派遣了一批游泳有谋的军事专家 帮助他们打跑了侵略者 但是没想到在苏联的挑拨下 越南竟然将我找身向了中国 果然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1977年望安复义的越南 发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 之后又企图侵占我们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 还多次在我们西南边陲多次越界 实在是可恶 面对越南的多次越举行为 我国原本好生好气的进行警示 没想到对方更是得寸禁止 1979年初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就在中越边境制造了130起流血事件 导致我国居民和边防战士百余人伤亡 真是太嚣张了 一边是苏联在背后撑腰和施压 一边是越南时不时在边境地区闹事 如果形成南北夹击之事 那就太被动了 还会让刚有起色的新中国元气大伤 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邓公在访美期间 说的一句风趣幽默的话将危机化解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 中央民思苦想好久 最终决定派邓公访问美国 看看老美是啥态度 当时中美的关系已经有所缓和 美国总统卡特又热情邀请我国领导人到美 中国访美这一消息已经发出就引起了轰动 要知道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美 大家都在好奇此番邓公访美的意图和结果 1979年1月28日 邓公特意选择正值中国春节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带着夫人访问了美国 这让此次访问变得更加非比寻常 在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老美来自然是非常欢迎邓公的到来 这就像是在告诉其他国家 这两个大国已经和平相处了 在这次为期九天的访美形成中 邓公一直不卑不亢 秉持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原则 以超高的外交才能独特的人格魅力 以及幽默风趣的言谈展现了大国高级领导人的风范 刮起了一场令世界瞩目的邓选锋 也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新中国 当然在这次的访问中 越南问题也是邓公和美国卡特会谈的重点 但是要想妥善处理好越南问题 就必然要牵扯到其背后的苏联 而苏联在经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 就将百万雄兵驻扎到了中国的边境 当时能和苏联较量的唯有美国 这也是邓公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能让苏联意识到一旦出兵 势必为其国内带来重大影响 从而不敢贸然行动 当美国记者问邓公如何看待越南问题时 邓公饶有深意又幽默地笑了笑 说了一句话 小朋友有些不听话 要打屁股了 这句话实在是高 不仅将越南看作犯错不听话的小朋友 还要警示性地惩戒一下 让越南记住这个教训 这表明我国在领土上问题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似乎也是从侧面告诉苏联 不要轻举妄动 果然苏联犹豫了 误认为美国支持了中国 使得苏联对此有些忌惮不敢肆意妄为 邓公这招借力打猎的策略实在高明 访问美国的旅程结束后 邓公跟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美国会支持中国 但苏联反而相信了 在我国下达对越作战指令 我军以迅猛支持突袭越南时 苏联选择了沉默和观望 在中苏边境上的数百万人马 未敢越雷池半步 仅用28天我国惩戒性作战任务完成 将越南打到再也不敢在我国面前嚣张 现在看来真的不得不佩服邓公的智慧 仅用了一句幽默有趣的话就避免了 即将要发生的大规模冲突 如今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强大 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一代代卓越的领导人的带领下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智慧和实力 我们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评论区指证或者私信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